现在双方已经是力气脚 用88号对战我们的 列场 我们的右边的333号 在我们的屏幕右边是我们的333号 在我们的屏幕左边是我们的88号 88号的功夫 它就是一个神抠 它的外号叫做 眼科医生 也是叫做小心你的眼 它已经抠跑了4位对手了 现在是决赛啊 规则就是打跑为止 谁跑谁出啊 谁跑谁出 打跑为止 它是333号啊 它的战术特点啊 就是耐碰耐撞 它的特点就是耐碰耐撞 能打 来扣起 居然有我们的 有我们的333号 把我们的88号扣起来了 哦 神扣被被别人扣了 神扣被别人扣了 一辈子玩音被阴掉了眼睛 现在进攻都很积极 我们的333号 一改之前的皮态啊 进行一个主动的进攻 我们的88号 居然在步步的后退 333号 它的一个战斗力啊 真的非常的顽强 几次看到它都以为它会输 刚才被我们的1717 直接推了三四十米 嘴巴都已经见红了 它最后还是顽强的顶过牛头啊 继续的赢战 所以它的那种耐打的程度啊 是非常高的 除非你是打到它的要害部位 否则它绝对不会轻易的跑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它的气也是很长的 它斗牛啊 它讲究了一个 一个东西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的斗牛的一个勇气 它没有勇气的话 进场可能就会跑 第二个讲的是技术 技术包含我们的一个碰 撞 抠 拍 摔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耐不耐打 怕不怕痛 忍耐的功夫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牛选手啊 要掌握的一些技能 现在经过近30头牛的一个角逐 得出的冠亚军 正在场面上对他们的荣誉 进行一个 换位 是我们的88号可以获得我们的冠军 还是我们的333号获得冠军 今天的卡屋比赛是最后一天 也是我们卡屋2月2技巧节 最后一天 也感谢大家在最后一天陪伴在小城的直播间 一起观看我们的精彩的比赛 今天我们的88号 在几场比赛中都没有打得很干脆 被对手拖入了 最后的比赛时间 所以说他的准备消耗 我做过非常漂亮 很棒啊 一个非常漂亮 一个是我们的333号 扣翻了之后并没有跑啊 他的战斗意志啊是非常的好 不得不为他这种战斗意志 他的斗争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好 又一次扣的 差一点啊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时间已经到了6分24秒 6分钟才是我们比赛煎熬的开始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双方的体育 运动员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挑战 全场的很安静 生怕我们发出的声音影影响到两头牛的一个战斗姿态 主人也不敢喊加油了也不敢吹了 每一分每一秒对牛来说都是非常煎熬的 他们这个姿势啊不敢放松的又放松的话就会被对手抓到机会进行一个反攻 有可能就是稍微的松懈会输掉这个比赛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9分钟 比赛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啊 但是我们的88号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 好吧这么好一个前途 好这个浪赛还是白了 好 可以接啊